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也可以牵扯出如此众多的利害关系 这个我看过了 果然是大东第一美人 来的人都是天之骄子 不过这第一笔就是无比 换作是你以前 自然是可以轻松通过 不过如今还是要想些办法 所以你的意思是 即刻进宫 接近华纯然 是的 我还为纯然公主准备了一份大礼 秦贼先秦王 你还是聪明的 不过这个华纯然可不仅仅是大东第一美人 我听说 他对幽州朝廷也是颇有影响的 以他这样的性子 若是与他交好 他能帮助我们斡旋 无比之失 自然会有办法 从他送舍利一事就能看出 这个人颇有心情 想要取信于他 其实并不容易 华纯然不仅聪明 而且极为激进 自帝竟送完舍利 这一路上被人追杀 但是他早有预判 几次都死里逃生 不过像他这样的人 也极为防范他人 除非 除非这个人与他毫无利益关系 也要是他喜欢的人 性格更是与他互补 要让他从死人身上 感到好奇 而且这个人 最好是女子 比如 我 也只能是你 你性子极为洒脱 于这世间极为独特 凤几无能被你吸引 话重燃也如是 我知道你担心 白前辈以及天上门的安危 所以我不想强求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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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